大家好,我是Brian,ToysTV的Brian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在旺角尼敦道信摩中心18樓的玩具店 產物出了,只剩下幾隻 但其實做得好,可能真的有助私人 好,進來的店舖 今天跟大家介紹,先介紹一下景色 因為這裏,本索成信摩104之後 其實店舖位比較大了,擺放得比較多 以前不是沒有,是擺放不合逼,又要換新的 所以經常都要換來換去,沒什麼提 這裏,起碼你看到他們Visio DLX Series 四隻Transformer 齊了,在這裏 除了黑色特別版 有Opperman 有Soundwave Revenger 有Bubble V 有Beats Ring 四隻都在這裏 其實應該都沒有什麼地方放四隻 說真的 好,另外 這裏是另一個系列 就是Robot Do Robot Do 其實就是Visio 一個新系列 有點像DLX的尺碼 大小 價格路線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個中價路線 一千元左右 最便宜 有些大隻的可能會比較貴 但他們據聞應該會陸續有來 除了《機動警察》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日本動漫的拉伸 會陸續推出 當然聽到名字 就知道是機閒為主 再拍幾下 這就是平時 《獨立體胎師》的影片 看到很多他們的精細畫面 但是 四隻一家人 擺放到一家四口 比較少有 這些全部都是大貨 不是一些板特別漂亮的 其實板也不是差很遠 因為 家人公司的系統和制度不同 他們其實DLX這個系列 他們覺得是有性價比較高 之外 其實它可以把援 即是無論是尺碼 大約一尺以內 還有合金 有合金成份 即是耐穩一點 有著燈的地方 還有價錢 還有它可以把援 即是你玩一陣子不會太擔心 腳兩腳會脫掉一隻角 斷了一些件 他們盡量都不希望 有什麼情況發生 即是可以把援 即是有時候聽說 有些貴價的模型 大家玩一陣子都很害怕 有些壓力 那些師兄說 會玩難 他們的性質就不想 下面拍的就是他們1比6的Series 有《Walking Dead》 有《Ultraman》 有之前的一套港產電影 《悟空傳》 其實還有很多的 不過還沒拿完 好了 可能遲到會更多 這套《鋼之煉金術師》 《鋼煉兩兄弟》 這套都是大賣的 為甚麼呢 性價比很高 好像合起來這兩隻 兩兄弟一起 二千鬆一點 原來二千五百多 最初預訂 最初好像還便宜一點 當然預訂當然便宜一點 而且價錢當然便宜一點 但現貨可能慢慢便宜一點 旁邊就是另一個 《独漫》系列 1比6 《一拳超人》 今天拍的公仔 產品不會太仔細 純粹是說說 《7》究竟有多少 《一拳超人》 下面有另外的牌子 我們留下一次才說 今天就集中火力 說說《一拳超人》 因為影片有很多 當然我們可以拍一個遠景 究竟這間店 怎樣 剛才門口18樓 應該有一個 一段 進來就是這樣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比以前大了 大概沒有六倍 也有五倍 其實分想中不止 如果一輪面積就很大 碰完 很努力工作 好了 另外一些是《Visio》 當然你會看到其他 其他 純粹是彈花燕 這個就是他們 《Visio》1比6 去奠定他們的基礎系列 為什麼這麼說呢 《Walking Deck》出了很多隻 《Game of Thrones》也出了很多隻 但你看到 《Game of Thrones》 他們的 《Game of Thrones》是闊很多的 無論 《Game of Thrones》的大小 《Game of Thrones》 產品的內容 還有難度都很不同 因為它有人 有些好像 《Monster》的東西 我們好像不是人 非人類的角色 甚至有條龍 這條龍 這條龍 也是這樣說 香港 我們曾經都擺過 但其實沒有店舖擺 因為沒有店舖 暫時 未必這麼巧合 有這麼大的地方 未必擺到我們 是的 我們很開心 借給我們擺 其實這隻龍 全世界出了 不知幾百條 很少 現在還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是 之前 做了一些 貨物出來 預備有些損耗 或者運送當中的破爛 的補充 竟然 發覺是沒有的 要賺一賺他們的生產技術好 以及運火都不錯 因為竟然沒有爛 於是 變得有多一點 但是很少 肯定是十隻以來的 現在可以上來設分看 以及可以看到 可以上去賣的 價錢多少呢 講完不怕 見不見 一一而已 即11K 11K 11K 多些 運費 當然 跟店舖問一問 用不需要另外再加運費 因為你自己拿就不建議了 通常買了 叫一架車過來 直接送到虎上 或者你的倉 就可以了 精細程度是很高的 因為很多師兄是沒有見過這麼近的 因為Toy's TV 都沒有推測過 因為沒有辦法推測 因為沒有辦法推測 所以 其實Langelo的版本已經更加清楚了 當然 燈光這裡 不是很完美 因為他們有些射燈 變得不太平均 這個就是John Sloan 主角總的主角 起碼由第一季做到第八季 這個也是第二個版本來的 這個成熟很多 頭雕和造型整個都漂亮很多 現在期待的那隻就是 金髮仔 就是被人斬了手 另一個主角 都是第一季到第八季都有份 這個可以叫做奸角 金髮藍 盡藍 都很漂亮 因為規格很漂亮 後面就是 裡面的其中一個 表面的大反派 其實 其實都是很難打 到最後都是被人斬了 忽然說到出口 忘記了名字 不是,旁邊那個 Light King Light King 有個Light King 謝謝你 Light King 沒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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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性一般 這個就是 Half Man 我叫他 又是 成相 又是 金髮藍的 孖生兄弟 好像是 但是 身體上的東西 小小 這也是 主角 其實也是 主角 氣氛 沒有 核心主角 但是 去到最後 就是 很強悍的 女騎士 女騎士 他可以跟 Hunt 一缺高 甚至好像打下 Hunt 還有貨 1399 其實在這裡展示 可以的 基本上可能還有少量的貨 多就不會 難得 可以在這裡齊全 整個系列 齊全看顯示 以及齊全有現貨 這個是很不同的 不是 到到有的 好 那條龍可以近距離再拍 很少可 不會太少拍一次 下次離開拍音韻必 或者拍一拍 都可以 因為上次還未來 但專程拍一集 其實又遲了 因為電影就完了 電影就完了 產物就出了 只剩下幾隻 但其實做得好 可能有助CG 大家不要以為 電視電影有CG 就無敵 很多時候做生產 要重新撿過 有時候甚至CG 就是沒有關節那些 就是定格造型 就是那條龍 其實可能很多位都要猜 因為你段故都不會傳過 全隻龍 所有CG都做完 或者有些地方是沒有那麼仔細 可能是特色的 甚至那些 就是斜著做 那你就要重新撿過 當然不差 再拍另一邊的龍 因為真的沒有片拍過 你說如果外國有片拍過 我也未找到 所以可能連外國也沒有仔細拍過 這條龍 這條龍 如果說到第八季最後 應該沒有那麼細 因為當時的龍武 或者John Sloan 其實上的龍背 我想擺一比十二的 差不多 現在這一個 就像它是中期 即是開始成長有威力 可以噴火殺人的時候 但還未到後期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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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就 整隊艦隊都被燒光 那種情況還未到的 好啦 那這一個龍尾 龍尾的細節 有點像一種魚 好像一些線 原來龍尾是這樣的 那就是看劇 看不到 大家看玩具就看到了 我們叫玩具 它是雕像 這個很難得 雖然 萬多元不是過四一粒 但是呢 如果有的話 這個雕像是算便宜的 你玩雕像才知道 那種尺碼是超過 接近一米闊的 高就都40cm 高過40cm 那還有呢 你拍到裡面 那些 骷髏骨 那些骷髏骨 好像是 是我才拿到的 獨立做的 這顆 這顆東西都值幾條 兩塊水 對吧 後面這個 這顆 原來是分開的 原來是全部拆散的 就是你當散幾萬 幾開心 很多舊的 這幾道 很划算 所以呢 很少有這種的 拍攝 我也放了一段時間 拍得有點愚蠢 好 再拍這邊 整個遊戲都說完了 整個遊戲都說完了 那Light King 拍了我 專輯都拍過了 拍過了 不拍了 所以只要拍一條龍 這次 這條龍真是 很少可 其實 威力是無窮的 有位 有位 有錢 就可以想想 當然 現在 位和錢 大家都要計算 不要緊的 有機會找得到 最緊要有盼望 好了 好了 今天說這個Visio 暫時到這裏 沒錯 我們要帶 因為現在是人家在營業的時間 我們拍攝 所以每個人戴口罩很乖 最後 Visio 在這裏 想上來看看這條龍 觀賞一下 不妨來這裏 看一看 因為真的不是每個人看 不買也看看 或者不看也買一下 不錯 這裏都有幾多 當然這裏 不是只有Visio 展覽很多 其實很多都有更多 下次再續條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今天就這樣 拜拜